最近一部女性替代电影正在热映 而且还是引进片 真的感觉好久都没有在电影院里看外语片了 影片跟原著有一样的名字 蜡骨吟唱的地方 还是更喜欢内地的翻译 沼泽深处的女孩 也够文艺 而且更有深度 当然台湾的沼泽摸杀案和香港的荒野迷失 就太露骨和野性了 果然对于外语片翻译是真的很关键 影片的故事框架还是蛮简单的 毕竟被时间局限的电影 很能完全展示原著的全貌 这很考验导演和编剧的尿性 这是奥利维亚纽曼制造的第二部长片 同位女性小妹她也打算用此片来个宣誓 而且影片是庭审跟回忆相互传扎 我们留下时间段 再结合一下原著 给大家简单叙述一下影片故事 如果有兴趣的还是推荐去看原片 当然更推荐去看原著 这个女人叫小美 故事的主人公叫基亚 她的父亲是一名从二战中退伍的参技军人 暴力酗酒 虽然退伍了 但是却隐瞒了她之所以受伤 是因为在战场上 因为胆小而吓得不敢动导致的 所以要对家庭的暴力包装自己的怯怒 而她的母亲善良知性 但是在父亲的暴力催在之下 精神状态出现问题 最后离开的时候都忘了自己的孩子 慢慢的基亚的哥哥姐姐也都相继离开 只留下她一个人与父亲相依为命 漂泊在外的母亲状态开始恢复 想起了自己还有孩子在父亲那里 因为害怕 所以只有写信让他们过来喘剧 结果当时的基亚并不识字 被父亲烧掉 父亲不敢如此的屈辱 发了一晚上的脾气 烧毁了他母亲的仪器 也抛弃了他 其中有父亲在的日子里 他还想去学校上课 但却被歧视而选得逃离 最后宁静的沼泽只有基亚艺人 但他没有停止 开始照顾自己 而且这时候也认识了新朋友泰特 他是他第一个朋友 教他识字读书 教会他看日历 教会他认可自己 就这样两人发展成了恋人 可是好景不长 泰特要去上大学 人往高出走水往低出流的道理 基亚还不理解 他只知道相爱的人就要在一起 走了就不会再回来了 果然泰特没有完成约定 又剩下他一个人 五年之后又一个人闯进他的世界 一眼睛地看出是渣男的人 对于毫无舍不见的基亚来讲 判断他超出了自己的认知 虽然这时候泰特后悔莫及地回来了 但他最终还是被欺骗了 甚至差点被侵犯了 这对于一直跟大自然打交道的基亚来讲 是绝对不可以的 自然规则可以有抛弃 但却无背叛 正如开头的旁白所说 沼泽并不是死亡的一种悲剧 更是一项罪行 还有跟出版社晚餐的时候说 我不知道大自然是否有阴暗面 我只知道各种在其存活的方式 结果可想而知 渣男被杀 最大嫌疑人就是激亚 庭审一直在持续 从异书上可以看出 并不是一天就完结此案的 最终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被判无罪 而且之后跟泰特一起 宣服到了直到去世 泰特在最后翻开他的笔记时候 发现关键性证据一个贝壳 这颗贝壳使他送给渣男的一种托付 最后在渣男的尸体上没有被发现 所以真相已经很明显了 整体来说本片还是很不错的 最起码在现在的审核机制下 能看到还是很好的 当然有些删减就让人很难受了 毕竟是血脉膨胀了 怎么就没了呢 刚刚本片还是蛮有感触的 毕竟偏见这个东西 在人心里确实是很难抹平 尤其是这个女主还不是黑人 如果是黑人的话 又会是政治正确的电影了 据说小花人的大结局都有了根杆 所以能保持原汁原味的外国影片 近来还是比较感慨的 提出几个小疑问吧 第一 姬亚的父亲是走了还是没了 这个是我深思的问题 由于我没有完整拜读完原著 所以变暗的刘白总是会是可以遐想 毕竟我还是感觉更黑暗 才更深刻 第二 渣男到底是谁杀死的 也是个疑问 女主还是男主 还是两人的合谋 又是一段刘白 毕竟最后男主发现了贝壳 那种惊讶 说不上来是知道他杀的 还是两个人杀完之后 他居然留下来这个关键性证据 当然我个人想法是女主杀害的 她是一个遵守丛林法则的人 不知道或者不屑于知道外界的法则 毕竟自己是跟自然伪伴的 所以在石判的时候 他从未慌张 因为他骨子里就认为渣男就是该死之人 聊一聊本片的缺点吧 首先是女主太漂亮了 漂亮的不太适合早泽地的设定 而且衣着光鲜的让人羡慕 妆容也让人赞叹 不得不感叹 腐化道的别有用心 缺少了符合大自然的野性和质朴 女主和环境的不搭 让人感觉如果不是沼泽 就算是沙漠小岛都毫无威吓 而且女主除了不能上学和遇到渣男 其他时间线上都是比较顺的 孤身一人却能好好的养活自己 作品投稿很快就被接受 我们可以说是他该得的 但是实现的他理想化了 感觉是笔者发现他可怜 所以要多赐予他一些东西 才能让自己心眼里得 当然最后还是很喜欢电影的美景的 画面太适合做笔者了 最后还是建议大家有机会 能看到美版的完整版 也许尺度更大 也说不定了